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看你姐夫在公司里不是老板 但公司上上下下这点事呢 都是你姐夫说的算 这个程序一走完 你就可以来公司跟姐夫一起工作了 什么 你妈不放心 你跟你姐夫在一块工作 你妈有啥不放心的 不放心我 不是 有你妈这样老丈母娘吗 把自己姑娘当成什么人了 真是的 你得记住 姐夫最疼你了 那呢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怕你姐了 是是是 我最讨厌了 你小哥破小姨子 亲电话两下他还不乐意了 咋的啊 我任性 谁这么任性啊 我 哎呀 大官啊 哎呀 老板 你看 你有啥事你就吩咐两身就得了呗 咋还亲自历领我这小办公室呢 哎呀 咋的了 腰还疼呢 嗯 这我得说说您了啊 哪有您这样的啊 为了小车 啊 你就挤公交 是不是 结果上车一抬腿呢 你就闪了腰 害得我呀 昨天晚上我哭了一通笑 老板 你快看看我这俩中眼泡 嗯 这眼带去年就该拉了 还是老板眼睛最堵了 哎呀 你说昨天那个 那小丫头 哎呀 都给我气坏了都 哪个小丫头啊 这不嘛 您昨天一上车 不就把腰闪了吗 对啊 后来呢 有个小朋友 让座给您 对不对 然后过两站 又上了一个孕妇 啊 我想起来了 当时要不是 我腰疼得起不来 我就把座让给她了 嗯 然后对面的小丫头 她还不乐意了 是桑巴怀的 给您话听呢 她说什么了啊 说挺大个老爷们 屁股咋那么沉呢 往那一坐 一个坑 梗皮腊肉的 啊 你说说你 啊 这么大个肚子 在你旁边 你看不见呢 不是亲妈生的咋的 还装什么试管婴儿 哎呀 那小 这小姑娘这词 她是怎么弄的 那你说老板 就是您不动声色 要不我 我信你敢 我来就一个事啊 头两天 我不让你给我招一个人 做文蜜吗 有应聘的吗 有 是有 就是没有那么太优秀的 那不行啊 必须得找优秀的啊 嗯 你给我把好官 按照我的要求 一定要得才兼备 最重要的就是得 招聘文蜜是在这儿吗 老板你看看 说说还来人了 要不您亲自过过目 呃 不了 这是你的工作啊 我在一边听着就行 啊 请进 你好 你就是来应聘的 这是我的简历 哎呀 是你呀 您认识我 岂止是认识 烧成灰 我认识你骨头 那是我胡说 当我敢说呢 扒了你的袜子 我认识你的脚 做足疗的 什么做足疗的 做足疗的 昨天下午六点 你是不是 坐过六路公交车 对呀 您怎么知道 因为当时我就在车上 哎呀 那太有缘了 俗话说得好 一回生二回熟 那咱俩算熟人了 熟人 你咋不说是仇人呢 仇人 那什么仇什么愿啊 你这小姑娘 年纪轻轻的 记性比我还差呀 什么仇 什么愿 你这就是装糊涂 那什么仇 什么愿 你就会说这两句是吗 昨天 你旁边站个孕妇 对面坐个男的 啊 那男的没给孕妇让座 想起来了 当时可把我气坏了 骂那个男的什么 我没骂脏话 啊 对 我就是说挺大的老爷们 屁股那么沉呢 坐哪一个坑 站哪一个井 拔都拔不出来 属萝卜的呀 啊 那么大肚子的一个孕妇 站你旁边 你都看不见 怎么的 不是低声妈养的呀 没在娘台里 开个经济试用房啊 挨骂都爪中不知道 跟皮腊肉的往那移坐 装什么试外婴儿呀 说得比脏话都难听 那就对了 那您是我骂的 对不对啊 那么大肚子的孕妇 在车里 那是挤来挤去 她一个身强力壮的 大老爷们 她就坐得住 不是你知道 你骂那个人是谁 是谁都欠骂 那是我们老板 啊 那我哪知道 他是你们老板呢 害怕了吧 颤抖了吧 我要知道他是老板 我更得骂他 老板 成功人士 那素质 怎么还不如普通老板姓呢 我跟你说 少说两句啊 这种人就不能怪他毛病 我任性 嗯 嗯 你应聘的吗 来 简历 你叫什么门 任性 叫什么 任性 你怎么能叫任性呢 我怎么就不能叫任性呢 我爸爸就认真给我取名 叫任性 那你 那你爸爸也太任性了 这是女孩子家家的名吗 这怎么不是女孩家的名 他说我挺喜欢别人叫我任性的 而且我为人任性 做事也任性 你看别看我把你们领导给得罪了 我还就想应骗你们那份工作呢 别问我为什么 任性 你是挺任性的 那我考考你 你了解我们这份工作吗 当然了 我在环球公司做过六年 啊 大叔我告诉你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还要保持办公室的环境 啊 要做到窗名几近 一尘步 啊 没问题啊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 啊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是吗 给我擦擦鞋吧 什么 你不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吗 给我擦擦鞋 这 你要是不愿意干呢 你可以说no 这不是no不no的 这我是来应骗的 又不是来擦鞋的 哦 我是主任 我任性的 行 您任性 我叫您任性 哎呀 走你 我呀 跟你对居 没素质 你管我 起不起脚呢 我愿意有任性 哎呀 好了好了别闹了 老板你看看呢 多任性呢 老板 对没错 来 你见过这张合影吗 哎 这不是我原来公司 年会的合影吗 您怎么会有啊 你再看看 这个人 这不就是我吗 真的是您 哎 那您怎么参加我们公司的 这个年会呀 你原来公司的老板 是我朋友 啊 我听说 你特别爱给你老板提意见 而且不分时间场合 有的时候大庭广众之下 照题不误 整得你们老板特别没面子 是这样吗 是 啊 小公子长得流光碎环的 你咋就愿意干这种事呢 啊 老板 这种人咱们可不能用啊 那你说咱们得用什么样人 老板 你过来 我觉得吧 这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谁 就是我小姨子 我小姨子长得那是 秀外惠中 秀色可猜 哎 长得老漂亮了 那有多漂亮啊 你不见过我媳妇吗 见过 哎 姐俩长得那是一模一样的 啊 那还是算了吧 哈哈 不是 我媳妇长得那么磕声吗 不是 老板 就算不用我小姨子 那也不能用这种人吧 我是什么人了 你说你哪种人 你干出这种事你是什么人 我干什么事了我呀 反正我们公司不能用你 用不用又不是你 就不用 好了 前两天 我看着你原来老板了 他跟我说 虽然你愿意给他提意见 你弄得他很没面子 而且现在离开他公司 他觉着 你仍然是个人才 而且他跟我说 他特别想感谢你 所以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就留到我的公司 做一名办公室主任 怎么样 不是 我考虑考虑 你考虑什么考虑考虑 老板你还是考虑考虑我吧 你说他当办公室主任 我干什么呀 你可以在他手下干文秘啊 老板你这合适吗 合适吗 我是老板 我任性 老板 老板 你过来 干嘛 给我擦擦鞋 那这文秘你干是不干呢 你可真任性